不要制造制造制造緊張 整天都必戰 誰都不想打戰 台灣人不想打戰 這個心態大家都知道 而且台灣這幾十年 生活 優柔掛的 所有人性的不想打仗 這個我們了解 但是你不要利用這個情形來 鼓吹大家 未戰怕戰 各位小君超音PLUS 所有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持續連線到美國的舊金山 給盧正邦 盧大哥1950年在香港出生 他10歲的時候呢 1960年 隨家遷移到台灣 讀的是台南的中藝國小 南寧初中時 他的實施測驗在全國拿下第2高分 於是在初任下 插班 台北大安的第2届 而進入的建國中學 跟馬英九跟蘇永清跟洪三雄 錢永祥 也是前中研院哲學研究員 同班同學 而在1968年 這個盧正邦盧大哥進入了台大法律系 再度跟馬英九 蘇永清 施茂林洪三雄同班 好洪三雄應該是在台大法律系才同班 也因為關係兩岸問題 廣越的非常多 馬克思等左翼的著作 也參與了大學論壇社 包括了法研社 等等這些校園的一個社團 呃這些民主運動都醞釀了盧正邦後來很多的思考 包括在大學跟陳古印啦 邱毅仁相識 1973年曾經在2月被警總拘押約談一周 就是當時著名的台大哲學事件 我們今天再次連線 在上次連線的過程當中短短的10天 呃這個盧正邦的 評論到 國際時事 以及台美關係 中美台關係 包括馬英九這一次的附中 很短的時間已經有15萬的一個點月 而今天我們持續連線給他來看看最新的局勢發展 我們也知道他在1975年 呃 獲得了香檳城一大比較法碩士 1978年獲得了加拿大黑斯丁法學院的法學博士 同一年獲得加州律師執照從事民法 的一個相關的一個業務 而2014年曾經改住在香港深圳 2015年因為南海問題製造習近平的紅衛兵毛派本性 鄧小平改革開放結束之後他決定反美再度職業 我們今天有很多的問題跟他進行請教 在盧大哥晚安 啊你好 小君曉 是 是盧大哥 嗯這陣子在外電的報導裡頭 看到了蔡英文總統赴美在中南美洲的友邦之宜 包括了過境在美國引起國際關渡的同時 似乎也看到了 前總統馬英九的附中 我們 來看這個國際局勢似乎 蔡英文的反美的行程 還是夾帶了外電在關注到 馬英九的附中行程 跟馬英九當時的附中的戰略跟習近平的想法似乎 某一種程度是奏效了 削弱了台灣國家元首在這一次 赴美的重要行程 蔡英文到目前為止的一個重頭戲 是放在這個 眾議院的議會 這個議長的麥卡錫的會面 目前為止這個 卡爾 盧老哥你怎麼看呢 蔡英文的赴美行程 是的你剛講到現在幾乎所有的外媒提到 蔡英文總統 共進美國的話 總是會提到馬英九去了大陸 當上次我的節目上也講過這個 在大陸來講也是一個 因為有種說法說馬英九當初並不是決定的時候去的 好像就去 暑假的時候 方便帶年輕的學生去大陸 提早來 可能是有 這個就是故意刻意的把這個時間擺在同時後 可以分散 那個對蔡英文的注意 同時也可以 平衡一下 一邊到美國一邊去大陸 這樣是有這個作用 那在照我來講 決定台灣前途的 外部因素 肯定是美國跟中共最大 而 美國那方面我們沒有什麼問題 而是 大陸這方面的挑戰性比較 比較大 所以說我們反而應該比較更加注意到 通過馬英九這趟去大陸我們可以 了解到 大陸中共當局對台灣的 最新的狀況有什麼樣的 一個 反應 當然我們當然不是很清楚但是多多少少可以注意 而馬英九 雖然說他現在已經沒有職位了 但是他也是有一定的代表性 像他現在去大陸 台灣 輿論界 自媒體 都有很多評論 有罵的 有讚美的 都有 所以說我們 我認為我還是可以從比較 因為我個人跟他的特殊關係 我對他的了解 我覺得我可以比較用 比較用深度的角度來再評論他一下 講到評論他 這讓我想到我們當初在台大 做同學的時候 我們 我們那一批 造反派啊 造反派的學生我們常有聚會開派對 那記得有一次 我們在北投 新北投山山一個朋友的 一個老師別墅裡面開派對 我們把馬英九帶上去了 然後當然我們就討論 他是唯一的所謂的 國民黨的樣板學生 所以說我們就會跟他爭論啊 我們也是實話實說真的 聽說他下了山之後 跟人家 有 哭訴 說被我們圍剿啊 當然 所以說這個 我也沒想到50年 已經50年過去了 到現在我還是需要來 來談論到他 但是我覺得 嗯 談論他的問題 我覺得還是可以很多地方 我們可以再進一步的去分析一下 他這次旅行 這次大陸之行啊 地主方面當然是沒問題 他第一次去大陸 他情緒很 亢奮 我們都了解 但是 但是 除這以外 這個政治意味很濃 大家也看得到 等下我們 從他去了幾個地方 目前去了幾個地方 我們從他 去了地方 做了什麼事 講了什麼什麼話 我們可以再進一步評論一下 這個 看得出來 他是非常 非常 非常 刻意的 迎合 中共的 需要 好比說 他這次旅行的地方 技術方面我們不講啊 技術方面上各的事情的沒問題 他去的地方主要是兩個族種 一個是 抗戰 南京大屠殺紀念館 抗戰有關係的 還有另外一個是 辛亥革命 像武漢 武昌 奇異龍 這些地方 還有重慶 重慶大也是跟抗戰有關係的 所以這兩個族種 估計 可能 台灣現在大部分的人 尤其是年輕人 是沒有什麼感覺啊 抗戰跟辛亥革命 覺得距離很遠 但是 不管怎麼樣 在兩岸問題上 中共他們會把這些事情看得很重要 他們有所謂的 國共第一次合作啊 還有第二次合作 第二次合作就是指這個抗戰這段時間 啊 國共 基本上是有聯合陣線 抗日 這第二次合作 第一次合作是主要 孫中山 孫中山搞仙派革命的時候共產黨還沒有成立嘛 對不對 但是 很快的有所謂的 孫中山辦的皇母軍校 北發 但是共產黨也剛好成立了 大家知道共產黨 很多原來都是在國民黨裡面 發展出來的 孫中山最後的晚年也提出所謂的 聯俄融共 這個政策 所以說國民黨跟共產黨 關係是 相當 有人說是同源啊 同根的啊 等一下我們提到國共之間 國民黨跟共產黨是 很大的不同 但是也有相同的地方 我稍微會提到 那這是所謂的第一次 北發的時候共產黨 基本上 黨員都在國民黨裡面啊 季三黨裡面 好比是中文來 他是皇母軍校的 一個教官 一個主要的幹部 還有其他的人 所以說那是所謂的第一次合作 第二次合作是抗戰 那現在有一個說法是 國共之間有沒有第三次合作 但是我認為這個 這個說法是 不太有這個機會啊 因為 現在大陸當然很多人 大陸有很多人還認為啊 台海的現狀是所謂的國共內戰的延長 這個說法大陸有人這種說法 中共 沒有這樣 明文的說但是他也 大概也認為 國共 這個內戰還是現在的延續 但是台灣來講是完全不一樣 台灣現在的人 基本上 尤其是年輕一代 根本就不會覺得國共內戰跟現在的現狀有什麼關係 台灣對大陸的問題 有兩方面 一方面是 價值觀的問題 民主治療的問題 一方面是 所謂著名自覺的 聯合國憲章 第2 第1章 第1條的規定說 著名自覺的原則 台灣的本土精神 所謂的外來政權 他有這個我個人觀察 是台灣 對大陸的這個抗拒 這兩方面的一個原因 從他的行程當中 是不是充分的反映出 這種黨國的思想 從他的行程裡頭 以及他的言行 不知道卡爾這邊 你對他的觀察是什麼 尤其我剛剛特別提到 南京大屠殺這個紀念館 1895年間吧 1985年 1985年間 可是毛澤東好像從來 也不紀念過 你怎麼樣看他 選擇這些行程 包括他的言行呢 他第一戰是南京大屠殺紀念館 跟你講到這個紀念館是1985年建的 我們提到 中共的 製造者 中華人民共和共和國的紀念館 毛澤東 他從來不紀念抗戰 為什麼呢 大家知道從50年代到60年代 毛澤東每次見到日本的 訪客 他們他都會 有所謂的黑色幽默 他會講 我們謝謝你皇軍 不是你皇軍打我們中國啊 我們共產黨 不可能成功 他這個說話也是有一定的根據 他自己承認嘛 抗戰8年下來 共軍 抗戰前他在閃別 部隊就是2萬多嘛 那時候胡說的差不多要 要把他消滅掉 結果蔣介石為了別的原因 不做動 不採取動作 然後 抗戰開始 西安事變 然後就抗戰開始 經過8年的抗戰 毛澤東自己說的 我們控制的地盤 打油機控制地盤是 1萬萬 人口 部隊有120萬 有2萬倍是120萬 所以說 他們的勢力擴充得很厲害 日本打中國給他提到這個機會 他事實上我們必須要提到一點 就是說 19抗戰的時候盧空橋事變是正式 打起來 193民國26年1937年7月 他在8月底的時候 就有一個所謂的洛川會議 在南北一個洛川 這地方我去過 他們開了一個中央 高級會議 裡面 這個說法 有人認為是 沒有根據 但是事實上大體上是 我們可以相信有這種說法 就是有人這樣說 毛澤東他們 毛澤東提出一個所謂的 所謂的 721 決議 他是這樣講 他是1分 打日本人 2分 應付國民黨 軍隊 7分發展 的的確確 華北地方 國民的軍隊跟 日本軍隊 他是國民黨是守著大城市 鄉下地方 他們紅軍就到處流竄 然後到處 照片買把 民兵這個那個 所以他8年之後 變成 他的部隊變成 變成 120 120 那國民黨也就是 3400萬 所以他 他勢力變成很長大了 所以他在這個 我們再事後檢討一下 的確 日本打中國 是讓中共 發揮了一個 必要的條件 還有其他的原因 所以他基本上 不紀念抗戰的 那再講到 南京大屠殺 當然這個是很殘忍的事 馬英主強調很殘忍的事情 當然我們就同意 馬的確是很殘忍 是需要 需要譴責 需要 他說歷史 不能 不能 遺忘 是沒有錯的 但是 說到殘忍 我認為馬英主作為國民黨的前主席 中黨愛國 是中國民黨一輩子的 你說到殘忍 我就講 那國共內戰的時候 殘忍事情怎麼不見你提呢 好比說 大家知道1948年 東北戰爭的時候 散大會戰之前 長春圍城 國軍是震動國首 大概10萬部隊 共軍是林彪 羅隆恆他們 包圍 那是 那段策略是 他們叫做 惡嫖策略 不打 是 但是我包圍你 不讓你出來 不讓你糧食進去 國軍那時候 空頭的糧食 效果都不是很好 就是這樣包圍了大半年 這個是有事實根據的 記錄下來了 20的人啊 10萬到20幾萬30萬 就是活活20了 這個這個很殘忍的 那你買主 你也應該去評調一下 當然這個事情我們 不可能要求他會這樣做 但是我們就是論事談評論這事情 我們必須要這樣講的 是 所以才會你認為 對 是是 你說記組外的這種政治味農 不管國共第1次第2次 甚至第3次的合作的時代 已經不一樣了 南京大屠殺的確這個展覽館 1985年才建 毛澤東是從來不紀念的 你特別提到1937年的 洛杉絕育 甚至在1972年還對田中角榮 感謝皇軍 這樣的一個 這個是完全不提1948年的 長春圍城 因為這個南京大屠殺的管址位於在南京城的西南 江 的東門 可以說當時入軍大屠殺一個主要的一個地點跟遇難者的 一個藏地 當他經過了1995年跟2005年兩次擴建之後呢 包括現在的展覽的一個集會啦 他的遺址的 哀悼啦 和平公園跟館藏呢 事實上呢 他的一個陳列的一個史料的部分 說真的還蠻完整的 只是說 身為一個國家一級的博物館 在這個中國 宣唱這個民粹主義愛國主義的教育示範地點的今天 今天 看到了馬英九 在這個地方 那麼提到他的感觸他說中共在當年 所遭遇到的是一個道道對地給受害者 而面對的是一個 野蠻性的一個行為的一個屠殺 卡爾這方面的論述你可以再繼續嗎 武昌這個陷害國民的發源地 那他就提到 孫中山 遺言是說和平 奮鬥救中國 他是 他特別寫的字改了和平奮鬥 振興中華 那 振興中華這個字表面看起來是沒問題的 那總是好 但是你仔細再分析 這個 這個有點在 振興中華 有點 我可以用那個 英國歷史哲學家很有名的湯恩比的話來說 他有一種所謂的 Archism 就是說 這個 不古式的還是說 懷古式的這種民族主義 他會把 就是 中華就把它美化成一個 一個很 很過去的理想 他說這種東西很危險 他說 這個上世紀最好的例子就是 德國 辣粹 他們提出 條頓民族的 對最原始的那種精 精華 這個有這個味道 當然 我們認為啊 民族主義 在孫中山時代跟現在時代是很大的不同 那時候是有列強 中國 然後 全世界上 很多 責民主義 帝國主義很多 那現在這個世界完全變了 基本上 嗯 當然民族問題還是有 但是基本上 嗯 大體來講這個世界主流 已經沒有人在 再強調講民族主義了 在講民族主義 那很麻煩 沒完沒了 這樣 所以我認為啊 馬英九 在講到孫中山 三民主義的時候啊 他要 他強調民族主義 但是 很明顯的吧 民權主義他完全不提嘛 對不對 大陸現在的 所謂的全過程民主是怎麼回事啊 老百姓的人權是怎麼樣啊 這個那個 法治怎麼樣啊 他 不提啊 這是這是很明顯的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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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選擇性的一種 一種說法 這個這個對誰 是這個 這種說法是對誰 是站在誰的立場來講 這是 值得我們 商討的 這個武昌旗 武昌旗呢現在 現在講民族主義 在 在中國大陸來講 也是不是沒有問題的 你這樣鼓吹過分的話 過於不及 這邊的大老百姓 非常排外 自己自我感覺良好 那 那 在 在台灣來講 現在事實上 有書記說台灣年輕 尤其是年輕一代 很多人都已經認為他不是中國人了 所以你在 完全在強調中國 振興中華 這個東西台灣能夠有多少共鳴 這個是很值得 很值得 打折扣的 那 對不對 是 台灣的確 在政大選人中心 年年所做的調查裡頭 已經高達 好高達 這個數字我們還算是比較保守 高達至少70% 不證位 自己是中國人的 的確是這樣子 是卡 現在 現在台灣的很多人對大陸有很好的印象 主要是認為他們認為 台灣民主太亂 太鬆散 沒有 沒有執行力 而大陸威權主義執行下很厲害 但是我們必須要警告他們 必須要注意啊 威權主義表面看起來很有效率 但是他的 有時候的 有時候的貨端更大 搞威權主義近代 近代來講最好的代表司法 德國的俾斯麥 俾斯麥大概是19世紀 18 去年開始掌政二三十年 那德國是搞得很好 同個時候 美國 正好打完那一仗 社會很 鬆散 有所謂的 馬克爾土溫的小說講那時候這是所謂的妒忌年代 很多爆發物出來啊 然後 社會治安也不好 跟德國來講 很清楚嘛 那個一個是威權統治很有秩序 很有效率 一個是很鬆散的啊 一個開放社會 但是 很快的你可以知道不一樣 一到 那個世界轉變的時候 美國開始變 第一次賽戰 美國變得強大 德國呢 不行嘛 兩次戰爭嘛 還搞出個希特勒出來 所以說大家不要 離心威權主義的 效率啊 這個那個 這個不見得會帶來好的結果了 但是 這是我必須要強調 那 再下來 在他武昌起義 武昌之後他去了武漢 武漢就是有 啊 就是武昌起義在武漢 他還在武漢 還還辦了一個什麼 還跟武漢大學的 武漢大學是很老牌的大學啊 清朝莫然就有 不是 但是反正很早 早拍大學 他跟 武漢大學的同學 他的同學 座談會 他裡面 講一個故事 他是講那個所謂的 最後的一刻 那個故事 我講一個類似的故事 各位都知道 1870年發生 武法戰爭 法國大敗 他的職務官 他的配件 送給德國的職務官 並且 格拉 亞爾沙斯和洛林 兩個神 給德國 在亞爾沙斯 省呢 有一個小學生 他平常常 投學 但是呢 同然間有一天接到 學校的通知 說後天一定要到校 他心裡就忐忑 不安啊 到校幹嘛 等到他 要去學校 刷新 學校旁邊的教堂 教堂 已經有德軍在操演 一進教室 大家包小打麻辣 穿著 正式衣服 上教堂的地方 然後老師告訴他 講說 同學們 從今天開始 這裡不教法文 要開始教德文 然後 他在黑板上寫的 Viva North France 法蘭西萬歲 然後說 下課 這就是 法國的小說家 阿芳斯 所寫的 最后一堂課 的 達尼安 Gatz The last class 這個課文被胡適之引進中國 同時在全世界的三四四個小學 拿它作為愛國教育的部分 可是都想想看 德法雙方 征戰五百年 可是到了 一戰二戰之後 在1963年 兩國簽了一個條約 雙方深刻的互動 學生無法不再發肖 還要在 住到附近人家家裡面去 我先前曾經 接見過一個 這個 德國的 這個 女的藝人 她就在 法國 學過法國 然後在法國 加拿著 非常好的效果 所以 各位想想看 德法兩國 既不同文 也不同種 可是呢 在這種交流的下 變成歐國最主要的力量 這是我感到最動的 尤其是1993年的時候 我在歐洲旅行 打開 報紙一看 哇 德國法國都準備放棄他們的法郎 跟這個 馬克 接受公約 所以你想想看 這多困難的事情 他們都做到 為什麼兩岸做不到 而且他們做到之後呢 他們立刻就成為 歐盟當中最有主要的成員 決定了歐盟不會的 所以我想這些都讓我感到 其實 我們兩岸還有很多事可以做 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讓兩岸的年輕人多接觸 這個法國一個作家叫 杜德 他寫了這篇文章 最後一看 就講到 那時候德國 佔領了法國邊界兩個地方 是 沙士什麼東西的 洛倫兩個地方 那他裡面那個 從透過那個小學生的那個經歷來 來表達 他是最後一堂課 這個 老師說這堂課 是法文課最後一堂了 明天開始就不能教法文就得我了 就用這個 最後一堂課來 形容那時候 法國被 德國侵略的一個 悲慘的狀況 那馬英俊用這個例子來講 他說德國法國 二戰之後 由四百年四周變成好朋友 對不對變成聯盟了 那他說 兩岸同文同種 為什麼不可以 我覺得他的比喻有點不太對 不太妥當 第一個 法國德國 不同文不同種 在不同的國家 那他為什麼二戰之後結束 那大家很清楚了嗎 德國轉型很成功嘛 現在沒有人在 現在德國沒有人在講希特勒了 不講了 而且認為他是不好的 就是譴責他的 沒有 很清楚了 就轉型了 所以說德國現在很 很清楚的情形 像日本我們講到日本也是一樣的 日本 現在日本人 人家說日本很暖 現在很 很不用 就說他們講的不好聽說 現在很怕 很膽小的一個民主 變成這樣 跟以前完全不一樣 他是轉型的 所以 不能把以前的那個 那個狀況 強大到現在身上 所以我這樣講 德國法國 之所以能夠結盟 變成北約主要國家 主要是 德國跟法國的價值 各方面沒有問題 對不對 這個要講 那兩岸問題 兩岸的關係是這樣子嗎 兩岸關係 我剛才講過兩個最大原因 第一個是意識形態的問題 價值觀的問題 第二個是 外來政權的問題 這都是跟德國法國不一樣 德國沒有說要佔領法國 法國沒有佔領德國 他們 相安無事嘛 對不對 所以 所以馬英雄這個 這個例子舉的不好 而且他很奇怪 很奇怪 他到了 湖南 跟湖南大學的同學 做大會 又講這個事情 他可能不知道他講演講 都會錄下來 大家都知道 同樣的故事 很多故事可以講 為什麼一定要講這個故事呢 不信心 而且講起來有點 我們作為我們老同學 有點有 有時候覺得 變質不太好 他好像好幾次跟那些省長 書記 坐下來 沙發椅上坐下來談話 他老兄還帶一個稿 讀 哎呀 小馬哥你不怎麼樣說 你是再正常點 算是老將了嘛 怎麼這種場合 講話 還要讀稿呢 而這對方面的 省長書記他們 好像是 差不多不覺得很 隨意發言 所以馬英雄這方面 我就不曉得怎麼搞了 是太緊張 也不是太緊張嘛 對不對 怎麼每次都拿了 拿了個稿在練呢 這種對話不應該練了吧 對不對 所以我也是覺得很奇怪 是吧 就是最後 就 在武漢 剛剛要再繞回去講武漢 更是落笑話 就是說 這個 台灣很多人批評 都不用再講 就講到 他居然說武漢的 防疫是 初步的成功 是對 不但是在大陸好 是對人類的貢獻 哇塞 這個不用講了 這個話大家聽到 很莫名其妙 這一笑大方的事情 剛剛我就講 我們剛剛 基本上是回顧了他 到目前為止的 形成的 這些一些言行 知道我們 我們評論的地方 下來我再講 是 我再講 這聲音層來分析一下 為什麼馬英九 還有他這種人在台灣有一批這種人 他們的心態怎麼會是這樣子 當年 我們是我們在 我們內大學內高中 我們是所謂的 不接受 黨國教育的 不聽話的學生嘛 他們是乖乖排 黨國 教育嘛 所以說 那時候 那時候他 他那時候國民黨基本是很反共的嘛 那馬英九大家都知道他去美國留學 他自己也就說了 他很 大部分時間都去搞 反共 就 反共愛國聯盟 他這還是波士頓通訊的主編 對不對 那個 他在資料上都被都挖出來的 這民國 71年就199 1982年他剛剛美國回去的時候 留學回去他參加革命實踐 講習班第24期 一美七載 這練習說是三年 那個練博士是 博士說是兩年 博士五年 實施以黨國為練 與黨需要使不惜耽誤學業 挺身而出 以敵周旋 啊 那你這邊注意以敵周旋那時候 除了反 除了他們那時候所謂的共匪以外啊 反正共匪以外 還有一點 反台獨 所謂的台獨 那這點我們稍微評論一下 他說啊總結上述愛國活動所費時間當在三年半左右 這讀書 他在美國一半時間都去搞這個活動去了 他主要是原因 他拿中山獎國民黨中山獎人去的 第二個他是哈佛大學博士社 博士社的資格去辦這事情是四倍功辦 第三 第三方面是對各方面的 尊促啊 特約為黨國服務 亦不容辭啊 那講到台獨 事實上這個事情啊 現在 北京用台獨來攻擊台灣 罪名 事實上這個事情 台獨我們現在講 台獨這個罪名是蔣介石 來到台灣之後 要反攻大陸 那台灣人認為 我們還是台灣吃飽最好 台灣自己搞自己 他當然不同意這種言論 提出所謂的台獨這個罪名出來 那共產黨 沒有那是沒有台獨這個概念啊 相反的 我講過毛澤東在抗戰前 跟史諾記者談的時候 他公開講他支持朝鮮台灣獨立 那是台灣是為日本管支持獨立 對不對 對不對 他們沒有台獨這個概念的 沒有台獨概念 那是吧 3月8號的解放日報 還有白紙黑字文章毛中寫的 支持台灣獨立建國 所以說台獨這個問題在中共來講 是有很大的可操作性 要講也可以不講也可以的 所以說 他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事情啊 我們必須要實事求是來看這個問題 那 老蔣 為了反攻大陸 不管台灣自己的 前途 台灣聯合國 會期是最好的例子 那時候 那時候 那是中華民國還是聯合國呢 還是會員 1971年以前 那時候那時候外交部長葉共超 我還記得很清楚他講這個例子 他跟蔣介石講 老蔣說 我們這個 台灣這個國際空間 你要好比是一個油漆工 你油漆工 一個房間一個門 你要進去油漆 你不能從這個門這邊開始油漆進去啊 那你怎麼出來 他說你應該從裡面油漆到外面出來 有個出路嘛 老蔣那時候他沒想那麼多嘛 他就是反攻大陸 這個那個不想 那結果 後來 聯合國被踢出來 這個是沒有為將來的事情 沒有台灣的前途 那個出路 就表示他沒有遠見 那這個台的問題 我們就是 切到這點就好了 我是覺得中共要 談也可以不談也可以 他是要談 他用這個作為理由來 來打壓台灣 你怎麼看馬英九 在這趟中國事情當中 喊出的必戰謀合 行得通嗎 可以嗎 OK啊 他在他在南京大 屠殺紀念館的時候講的 必戰謀合 根據報導說 宋濤 台辦主任他也非常認同他的說法 啊 必戰 OK沒問題 謀合 而且講到國共和談 那這點我不需要講很簡單 馬英九的恩 我們 蔣經國是馬英九的誰 我不能怎麼說 是恩人還是恩師還是怎麼樣 那是他一手提拔的 沒有蔣經國也不會有馬英九 這很清楚 蔣經國很清楚 蔣經國1978年當選總統 1979那是鄧小平的付出 他們對台灣不講解放台灣 或者學習台灣 什麼東西 你講和平統一 就講和平統一了 蔣經國 完全不考慮 馬上提出三步 人家知道不接觸 不妥協 不談判 蔣經國很清楚 國共 談判了很多次 很多次談判 結果都是共產黨佔便宜 對不對 他曾經講過話 他對外國氣質 很多中國政要 很多話都是常常在外面講 他才講出來 他說 跟共產黨談判 這等於是什麼 等於是自殺 他說我們不會那麼蠢 他散佈政策 馬英九也比誰個清楚 請問你 蔣經國到死為止 中間有一段時間 1982年 廖承智的 廖承智是廖仲凱 村中山隔壁 身上身邊的重要的人物 廖仲凱後來被刺殺 廖仲凱 比較是親左邊的 國民黨主要領導 是 廖仲凱的兒子 廖承智 廖承智應該是 蔣經國在莫斯科大學的同學 有了關係 他1980年 寫信 寫了很感人的信 哎呀 幾世內不見 這個那個 最後結論是說 蔣經國啊 你不如還好跟我們中共 還好談這個 完成國家統一大業 這個事情 蔣經國理都不理 這部信是誰 結果是由宋美玲 以長輩 因為宋美玲跟他媽媽河湘黎 都是同輩的 宋美玲以長輩的身份 回風信 辦文言文 顯得很不錯的文書 教訓他一頓 所以是免談 兩蔣時代是 跟共產黨談判是免談 那現在馬英九他們這批人 那馬英九為什麼 要改變三部政策啊 他沒有一個交代 我想他們的理論是說 中共現在變了 跟以前不一樣 有嗎 你問是這樣 中國是曾經變 有嗎 實時有改變嗎 但是很明顯 這五年十年又變回去了 這個美國中國沒變 怎麼變法 美國人最清楚 大家美國 共和黨民主黨一致的認為 現在我們 美國跟大陸 1970年 尼克森去大陸之後 跟中共的合作 30年了 經濟上 政治上 都很好 關係都好 結果 不如人意嘛 搞出來一個中共現在那麼硬對不對 就跟你 到處跟你 打對台 不一樣 所以他們說你說中共變了沒有呢 那為什麼美國人會認為這樣 中共沒有變 那為什麼台灣就可以認為變呢 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他們 看法角度不太一樣 是怎麼樣 是 那事實上 河中親美真的是不可能兼得嘛 是不是呢 對啊 現在你要注意喔 我會特別把馬英九 這個記文喔 他們有網上有人很小心 不知道是他們 馬英九發出來的事 說他們 聽他 根據他錄音 上來錄音 他們把那個他的記文 白紙黑是寫出來的 我讀了一遍 我仔細看到 裡面很重要 我讀給大家聽 他說我在民國97年跟11年 111年 兩次當選中華民國總統 他用胡蘭話 講 八年任內秉持 您讀書為善的教訓 並努力做到青年 平正的 愛民 更積極推動兩岸合併發展 提出 引號 河路 點號 青美 點號 有日的大戰略 啊 這個三個字 這個三個口號 我們還是聽過 但是你要注意喔 持續顛倒了 以前是說青美 河路 有日 啊怎麼樣 青美第一了 現在倒過來了 河路第一了 那為什麼 為什麼 你認為這個轉變是 他刻意還是不是刻意的 我認為是有可能是可以 那我是這樣看 現在很多美國 現在很多像馬英雄這種人啊 舒奇啊 還有很多人啊 都是美國留委會去了 他們現在反而是對中共啊 好感要勝過美國 接受所謂的東升西降這個理論 他們其實有誤解 他們第一個對美國的狀況不適合 很深度了解 而對大陸 也不是很深度了解 所以就 配面的那種 表面的那種印象啊 所以說雖然他留美 也沒有什麼用讀書讀了幾年 回去的啊 他們這個 他們現在 好像 美國 現在台灣是有 不少的人在鼓吹 唱稅美國 然後唱好 北京 啊 這個 這個大家 你們在台灣應該比我還清楚 我感覺到這批人的論點 這些人的 這種說法 跟馬英九是 是 同樣一個狀況 剛剛我已經檢討了 為什麼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這些人呢 很多是像馬英九接受國民黨的所謂 黨國教育 黨國教育 講的難聽點 因為共產黨的黨國教育很類似嘛 我必須要掉點書袋 葉海光的書信 他裡面1965年寫了一封信給一個美國 學者 他裡面講這句話 我讀給大家聽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 都是中國一個革命高潮中的兩個不同浪頭而已 這樣說當然不是暗示 二者之間完全沒有分別 分別是有的 他們在嚴厲性和某些外觀有程度上的差別 但這次差別 以鼓吹自由民主的人觀點來看 並無重要的意義 他們都受了列寧主義的影響 都是自由 個體主義和民主的使敵 他們都是中國文化團統的產物 二者的政治思考 模式完全相同 40年來 他們為了爭奪寶座 鬥得你死我活 這個那個 接著不講 當然 那個 英海光這句話 你可以不同意 但事實上 他講的是 的確是事實 對不對 現在很多人批評 很多人批評蘇中山 說蘇中山當年就把那個蘇聯的勢力帶進來了 那我個人是比較同情蘇中山 因為那時候蘇中山 列寧 幹的壞事 蘇中山死得早 而且那列寧剛開始 搞新經濟政策 也搞不清楚他幹什麼 所以說 孫中山不知道 不知道蘇聯那麼 那麼糟糕了 所以他的 最後用 那是美國日本英國都 不 幫助他嘛 只有蘇聯列寧 用反帝的名義來 他是反帝用第三 後來就搞第三國際 這種角度來 來幫忙 孫中山 所以孫中山以而為師 搞這個聯絡共政策 所以說 所以國民黨跟共產黨 這方面是有重疊的 但是我剛剛講過 我是比較同情孫中山的 他的時候情形不一樣 但是 這個事實是這樣子的 孫中山很 三民主義面裡面 讀過三民主義都知道 民生主義 最大的混淆 他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 這個說法 有人寫書出來解釋 為什麼孫中山這樣講 我們也知道 我的看法很簡單一句話 孫中山是有社會主義的思想 但是他基本是屬於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 就還承認議會政治這些東西的 而跟列寧主義 講無產經濟專政 一黨專政事 還是有不一樣的 孫中山講的所謂 軍政 縣政 至少他是這樣講的 他從來沒有說講一黨專政 不像共產黨講 多然是一分鐘 黨管一下 黨管 永遠管下去 沒有說管到什麼時候為止 所以他至少還有 還有一個步驟 最後還是限制 所以說 這個 國民黨跟共產黨有像有不像 但是 在黨國教育來講 在馬英九他們這些人來講 他 他有這黨國 這種 自私 自私的這種教育思想 說他 我不是說他們已經變了 但是 要變 也可能可以變 像我們沒有這種黨國思想的人 你要我變 很難變 現在突然間叫我 當年 崇拜國民黨 突然這些iary改成被崇拜共產黨 我是做不到了 我們做不到 因為我們 從來ず не 他們來講 比較容易 比較容易 我是認為這個批評 是不是你們投不投不投不投資 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 有一些ạo理 我是覺得 馬英九 當年是反共愛國聯盟 現在他就 不講共産黨的不好 更是講共産黨的好 還有他的原因 那我就个人在想 他在那儿来大陆去 他到底是 有没有什么个人的目的 我认为他有 我猜想是 他有所谓的投石问路 这个味道 他相当卖力的配合中共 那这问题说 他对习近平有一定的期待 但是倒过来了 中共对他怎么看法 我们现在不知道 他还在大陆两三天 是不是有中央级的大官 去跟他谈话见面 我们不知道 可能会可能不会 但是中共对他评价怎么样 中共也是很聪明的 他也了解 现在马英九的影响力 影响力 有限 所以他们也不 我认为 尽管是马英九很卖力的去 去做 有些人讲的不好听说 他给投名状 对这趟去大陆配合大陆 中共 所谓同意投名状 对他 他是不是想在他 他现在74岁 他还要想做点事情 是不是他在美国来讲 他没什么事情做 反正大陆这块 他可能有发展的空间 他是不是想要这边扮演的角色 那讲到他 当然我就提出一个警示出来 我没有说他一定会 但是我就想到他 国民党 后来投共的最大两个例子 第一个宋庆宁 宋庆宁 顺夫人 对啊 宋庆山死的时候 他才三十几岁啊 他终生没嫁 他一向是走 他是接受 宋庆山 联合荣共那一派 他是所谓左翼的 他跟共产党 有人说他是地下党员 我不敢确定是啊 但是他跟 他是很左翼那边的 那 1949年后他留下来 他当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啊 后来之后又变成人大委员 富有委员长 到最后 六年代的时候 听说文革的时候 他也非常不得意啊 被软禁在上海一个地方 一个房子里面啊 他也很愚梦而终啊 反而是宋美龄活得很精彩 活得102岁 对不对 那这宋庆宁是这个例子 还有一个例子 是 宋庆宁 1949年 那时候应该是五十几岁而已 五十六岁左右 另外一个例子是 代总统李忠仁 大家知道 1949年 老蒋 三大会战打败了 江山 跑不住了 他就 秉退 去台湾 那总统由李忠仁 跪西的 跪西大楼 李忠仁来带任 当年选副总统 老蒋本来是要顺柯 一起选 结果顺柯票 比不上李忠仁 让他选上副总统了 按照宪法的 秩序 他的代理总统 这个代理总统 他想那时候 共产党还没有渡江啊 他们想跟共产党谈判 南别分支 那共产党很聪明 那时候共产党 但是他们知道美国了 美国那是在青岛 有几万的那个海军陆战队 那是接受 那个日本翔军的 那个 那个 摆了几万部队在那边 在青岛 那毛泽东他们渡江之前 史大林叫他说 哎不要渡江 我们就南北分支好了 那个李忠仁这批人 也是派人去谈 也希望能够南北分支 这个老毛很聪明 他派了特务 就是 找到那个司徒雷登身边的人 然后了解 美国什么状态 知道美国佬 那时候美国佬猛叉叉的 那时候美国佬是 要调停国共内战 认为 中国应该像美国一样 一个共产党 一个国民党 两党合作分支 美国那时候猛叉叉的 就是搞错 不参与 所以共产党共军 才大胆的拦下 那李忠仁没办法了 后来就接受卫兵 就跑到香港去了 没多久就去了美国了 带了点钱去了 他在美国 英文不会讲 他说是投得很辛苦 对不对 那后来他就1965年 透过他以前的部下 他以前的部下 跟周恩来他们谈判 跟毛泽东谈判 毛泽东欢迎你回来 他就1965年回去大陆 回去大陆 他风光几个月了 那之后也是不了了之 对不对 某个时候他也拿了好日子过 所以他这两个例子 国民党里面投共的 都是没有什么好下场 当然我不能说马英九 会布他们后城 但是我认为 这个历史前车之介 马英九必须要注意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 马英九所坚持的九二共识 作战的一中各表 这是自欺欺人 那在此同时 也在关注所谓的台湾方案 在二十大之后 是不是有关键性的一个发展 可是你刚刚特别提到的是 两个投共的例子 一个是宋庆林 一个是李宗仁 让我们意识到是说 在这个国际的局势里头 马英九错判了吗 一个自由民主对抗 这个专制集权这么清楚 而习近平在掌大权之后 在国内的一个对峙 似乎的氛围也没有缓和 而国际间这种抗中 似乎也让各国之间 更凝聚的这个强大的意志力 要对抗中国 这个情势您怎么看呢 马英九对这个国际的局势 完全误判了错判了吗 我知道 我等一下会马上讲这个问题 我先到会再讲一点 就是说 马英九这次上去大陆 他想 他也推销 他想推销一中各表 但是他们很清楚 一中各表 在大陆不可能会接受 大中的首领 一个中国原则就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个中国 台湾就是中国 不可以分割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 中国的唯一的政府代表 这个三中论事一搞出来 你没有一中特别的空间 你刚才提到了 听说不知道 不是两年前就谈到所谓的台湾报案吗 听说 有人说五月份还是什么时候 听说他们会推出点新的报案出来 是不是跟英国两制不一样 还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人都看嘛 但是马英九想推销这个概念 我看没有效果 而且你注意到啊 他在武汉大学座谈会 那个校长说会议节 座谈会结束的时候 他突然间举手的讲话 他讲了中华民国的宪法 按照中华民国宪法 一边是大陆地区 一边是台湾地区 在北面蒙蒙蒙讲下去 哎 这个话 他为什么讲这话 他可能要讲 让台湾人知道 我在大陆也讲这个话 那这个话 大陆人 尤其中共当局 大陆都听不下去了 所以说反应不好 那知识上不管怎么样 你这个讲也是白讲 台湾看得到你讲这句话 大陆的那个媒体 不会传播的 所以你大陆 所以你马英九去大陆 想要自己提出这种说法 来说服他们 我看门都没有了 那再回到你刚刚讲 就是世界大陆 是 马英九误判了吗 错判了吗 现在马英九这批人 当初他讲要清美和睿 那不管是和睿清美 但是现在大家也其实很清楚 美国现在跟中共的问题很复杂 对不对 人家说新的冷战出现 不是没有原因的 大家知道问题很严重的 共产党中共的这个一套 治国方式 这个那个都不一样 跟美国不一样 所以美国 你像前两天没多久 美国参谋总统长米利 上将 事情上将 讲的优先冲冲 他说 俄罗斯 中国还有 伊朗 是他们心中大化 对 心中大化 所以美国很 很在意这个事情 所以你说 现在北京又很硬 对不对 当然印中他也有 他北京也很厉害 他也有手段 他有反对脱钩 那这次那个 博鳌论坛 他们办了很多活动 他们也摆出了和平姿态 所以等下我讲到 是 台湾避战反战 啊 是台湾也是有时候制造紧张气氛 所以反而是中共 你看最近那李强 在博鳌论坛 演讲 他里面讲的 一句话 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 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 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案例 那个 那个谁啊 习近平也去了普京 也是提出所谓 多少方案要解决 要用和平方式解决 对 虽然说国际跟国内 他们说不一样 台湾问题是他们所谓的国内 国内的内政问题 但是你国外讲和平 你没有留在自己国家不搞和平 所以说 所以说 这个中共 并没有说 书记他们说了 三年之内一定要打台湾 这个他们自己想到那 打台湾太复杂了 成败不知道 而且这是 我讲过 可能是所谓的颠覆性的 这个错误 他犯不着做 没那么容易 那美国来讲 美国也不会跟你中共打 中国他不要打 但他搞新冷战 他想办法跟你 他政商分离还是干嘛 想办法 美国现在 优先充充充 对不对 大家知道 现在国会的 国会通过的法案 一个又一个 对中国都不利 这个势头是欲罢不仁的 所以我看这两个问题 夹在中间 那到底台湾 应该怎么办 你要选哪一边 台湾过去70几年 都是站在美国这边的 现在你说台湾要放弃 那地方掉头 你要给一个好的理由 但是你有什么好的理由 中共讲统战 讲一个中国原则 他也没办法 台湾人也没办法接受 一国两制 尤其香港这个事情 发生后 台湾人更加反感 所以他没有 他要 他鼓励排除 不排除 他不提 所以说想要 他用和平方式来解决他问题 也提不出这个方案出来 因为几十年就是这样 原本不动 国民党也提不出这个方案 马英九 一中国表 死路一条 走不通 中国不会接受 所以我们先看那国共两边 都提不出一个好的方案出来 对不对 那你台湾现在怎么转向呢 对不对 对不对 不要制造 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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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的不想打仗 这是我们的了解 但是他们你不要利用这个情形来鼓吹大家 为战 怕战 这个突然间 为了像苏西说法 与其打仗 我不如去和谈 那这和谈就是等于投降 中共 现在给你和谈条件 就是你要接受我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 没有东西啊 没有别的东西的 Period 苏西你要谋合 你马英九怎么谋合 你讲不出方法 谋合学人都想谋合 讲容易做难 对不对 所以台湾怎么转向 这个台湾应该 沉着 面对世界 美国的力量 你不要把认为自己是美国的棋子 你应该倒过来看 是美国是我们台湾 追求自己的价值的一个最大的助力 要充分配合 去争取 不要闲东闲西的 要去争取 那大陆那边的话 你也不要幻想的太好 现在台湾很多言论者 爸爸大陆讲的很好 家里去生活下 去那边大陆住看看 你在名嘴 不要想讲话 代楼 你讲话可以 就是讲到一个关掉 一样的话 对不对 你在这名嘴里面 想要说都好都好 大陆都好都好 对大陆不了解 或者了解 不晓得为什么故意这样讲 有个人的利益还是怎么样 好该排气 对不对 你讲的关键里头 这些始终不敢住在中国的名嘴 媒体人 政客或者是学者 尤其国内呢 像是冯建三 郭立新 等四名学者 他们所提出的反战声明 反战啊 竟然不反侵略呢 不可笑吗 这个力道在台湾 似乎也形成 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声音 怎么去因应呢 卡尔 OK 他们这四个学者的反战 学者我看过 他们最后一个结论说 他说并不表示他们 谴责侵略者骂共产党的话很多了 他们并表示没有说不表示不同意 但是他们说 他们不需要重复讲那句话 他就提出个新的说法出来 就是怎么说 不要战争一和 还是最后结论是一样 对不起 台湾需要改向 我认为这个 未得其利先得其弊 对不对 所以台湾怎么改向呢 中共那边拿出什么方法出来呢 你都没有一个方向感 你怎么去谈吧 不能说官贵是地战 蒙和 讲得很好听和平 谁都喜欢嘛 对不对 你要有出路才行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出路是什么 出路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了解世界大局 对不对 现在已经知道了 你中共不管怎么说 它是外交公司很厉害 它整天办活动 但是最后终结来讲 它世界上 它还是以美国作为对手 美国也是拿来做对手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美国西方的主要是 国家就是 全世界最主要的先进国家 欧盟嘛 北约嘛 北约的越多线 芬兰几十年了 跟俄国 同个边界来 他们现在也要倒到北约来 你看得清楚 俄罗斯 中国 伊朗这个势力是很微弱的嘛 你怎么可能把他们倒过来讲 说他们很厉害了什么 俄罗斯打仗 怎么倒过来讲 这批人的说法就是 完全罔顾世界大局的现实嘛 对不对 不要自己吓自己 然后乱了脚步 自己台湾内部吵了一塌无足 怎么办 所以美国来帮台湾 也要看你台湾人自己怎么办 那台湾人自己讲两边方式 一边要这边一边要那边 你要美国人怎么帮你呢 对不对 对不对 要人数必须要自助 这是我最后的话 是非常关键啊 美国的抗重力到未来您怎么看 大 美国这个国家是个开放国家 对不对 他有很多问题 但是 也 刚才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 这个势力很大 现在像抖音啊这方面那是一大堆问题 很复杂 他跟以前的苏联那个冷战就不太一样 那时候冷战两边完全没有来往 现在经济来往多 而且中共是 强调这个要经济来往各方面来往 所以他 无恐不入啊 他的势力很大 所以美国要怎么赌啊 美国要赌是一定要有的 然后你要知道美国的历史 美国当年无用花去美国 就主要反对欧洲的暴君 美国人是爱好自由的 所以他天生下来就反共的 哎 共产党在美国也有 美国当年也有共产党啊 1922年时候 两个共产党啊 有人搞一批 没有用啊 搞不起了 美国呢 先天上他们是爱好自由的 那现在好比就举个例子 人家整天说 哎呀美国好乱 整天打枪 那我个人是主张要进枪的 但是我有时候想 为什么美国枪的问题解决不了呢 因为他有时过犹不及 他过分重视人的自己的自由权利 对不对 要你自己好管自己 枪啊下马上规定可以干嘛干嘛 扩大解释说变成你可以手枪 但是有时候你觉得啊 他命都不要 他要强调自己的自由 所以才搞清楚美国是绝对强调自由还有个人人权的 所以跟中共这种意识形态是完全水火火融的 除非中共改 你要美国的改 我看不可能 美国就250人历史 他怎么改 不可能改 所以美国 你说现在东升西降 你说美国实力弱了 对不对 真的是这样子吗 对不对 大家好好检讨一下 到底是不是美国势力真的 就是像他们说的一样奔奔瓦解 对不是嘛 不是嘛 美国 北约 欧盟 日本 澳洲加拿大 加起来 就是世界值世界文明的牛耳嘛 就还有疑问的吗 对不对 对不对 是不是啊 是 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方哈 呃台湾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位置 谢谢 谢谢卡尔卢正邦来跟我们做非常这个精辟的一个分析 呃也希望在这个局势当中自由民主对抗专制极权 相信习近平在掌大权之后呢 不管在对内跟对外他都面临到极大的一个压力 可是呢刚刚你特别提到美国这个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啊 这个米里的确对于俄罗斯对于中国包括伊朗 他们的策略联盟是感到忧心的新冷战时期 在台美的关系虽然持续的升温 但无疑都是一个面临新的挑战 卡尔谢谢你 我们希望更多时间来听听您这更精辟的分析 让我们知道在错综复杂当中怎么样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方 谢谢 谢谢卢大哥 谢谢你 现在台湾的国际形势其实是相当好的一个形势 不要自干自毁强承就好 谢谢 是是 谢谢 谢谢卢正邦大哥 谢谢 谢谢卡尔 我们再会了 谢谢所有国际朋友的参与 我是李清勇 快三访的创办人 全球有七种块木 光是台湾就有两种 分别是台湾扁薄与红块 在台湾 我们有着全世界最大面积的块木里 我的父亲也特别喜欢块木林所散发出的森林味道 为了把森林的味道带给父亲与家人 于是我创办了快三访 把最天然的块木森林分多金带给您 快三访 来自台湾的块木好味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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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